嗨,大家好,我是彦宏 今天我们来说说老板如何才可以合理、合法地解雇员工 在疫情期间,很多老板才恶然发现 原来员工不是说吵,就吵 如果处理得不好,员工还可以告回你 那是因为在马来西亚的劳资关系法令底下 所有员工都享有一个不被无理解雇的权利 如果你是员工,不论你的薪水多少,职位高低 你是本地劳工还是外籍劳工 只要你觉得你已经被不合理或者不公平的解雇了 unfairly dismissed 你就可以去向劳资部门提出投诉 那投诉了过后又怎么样呢? 我简单说一下过程 员工向劳资部门提出投诉过后 劳资部门就会安排一个官员为双方进行调解 目的是希望通过双方和解的方式来调解这个纠纷 如果这个纠纷还是无法得到和解的话 就再把这个纠纷转交到劳资法庭industrial court来出来 劳资法庭的任务就是要判定是否有解雇 这个解雇是否是合理正当的 如果法庭判定这个是一个不合理不正当的结果 也就是说你的员工赢了胜诉了 那么法庭主要有两个选择 首先法庭会优先考虑 让员工复职回到原本的公司岗位工作 但在现实生活经历了一系列的事件 双方很难再对彼此有信任 或者是非常的尴尬 这个情况法庭就会要求公司对这个员工寄予资偿 资偿多少呢? 这个就会考虑到你工作的年数 工资的数额 然后解雇过后失业了多久 就算是找到了工作过后工资少了多少 以上就是如果你的员工向劳资部门提出投诉的话 你可能面对的情况 很多老板就会说 不对啊 我的合约已经写好了 给他两个月通知 我就可以炒他鱿鱼了 不管你的合约 你的employment contract 你的letter offer letter appointment 有没有这个条款 你的员工同样有权利向劳资部门提出投诉 劳资法庭同样要考虑 你是否解雇他的时候 有一个合理正当的理由 换句话说 你不是不可以解雇 只是但凡要解雇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有一个正当合理的理由 那么问题来了 什么才是这个合理正当的理由 在这支影片我们会整理出三个理由 也就是三个在法律上最常被认可的 老板可以解雇员工的三种情况 第一 犯错 员工的犯错涵盖得非常广 但主要有几种 违背了上司或者老板的指令 违背了公司的员工守折 甚至是违背了法律 举例 无故缺席 经常迟到 挪用公款 暴力行为 性骚扰 严重疏忽导致公司亏损 这些都属于员工的犯错 很多老板会在发现一起事件的时候 他就怀疑甚至相信员工犯错了 那么第一时间就吵他犹豫 这是非常冒险的 更恰当的做法是 当部主已经发现了一起犯错 他要先调查真相 要求解释 才决定惩罚 即便老板已经决定要惩罚了 他也有很多选择 不一定是要解雇他 所以这里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这个犯错 是否如此严重 至于老板已经对他无法再信任 然后要不留余地地解雇他 如果不是的话 那么他很有可能会沦为一个不合理 或者不正当的解雇 第二 表现欠佳 当员工表现不达标 或者不如意气的时候 老板也可以解雇员工 现实生活中 我相信很多员工都会有这样的心声 我的老板是怎样都不会满足的 我怎么做都不会满意的 或者是 我都不懂老板要的是什么 我要怎么达标 所以当这种 因为表现欠佳而解雇员工的案件 来劳劳治法庭的时候 法庭就会问老板至少 四个问题 第一 老板是否清楚地告诉过员工 目标是什么 或者预期的标准是什么 第二 老板是否和员工沟通过 或者警告过 哪里不达标 哪里表现得不好 哪里需要改进 第三 老板是否有给予员工一个足够的机会 来进行进步或者是改进的空间 第四 即便如此 员工是否还是没有达标 还是没有办法进步 如果所有答案都是不 那么很有可能 这也是一个不合理或者不正当的解雇 很多公司所面对的挑战是 就算这些东西他都已经做了 可是他并没有文件记录 那你在诉讼的过程中 雇主会处于一个非常大的劣势 所以雇主可以定期地为你的员工进行评估 除了可以双方清除了定向以外 还可以沟通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哪里不达标的地方 并且留下记录 第三 裁员 再来就是现在很多人所担忧的情况 裁员 和前面两者不一样 裁员它未必是和员工的行为有关 它也不必然是指公司面对到困境的时候 才进行的情况 在法律的眼中 老板或者雇主是有权利 为公司的架构或者生意模式进行改变的 因此老板只要可以证明到 某些员工因为这些公司的改变 而变成不被需要了 或者是多余了 那么公司就可以进行裁员 举例 整个公司的架构进行重组 或者是公司决定关闭特定的部门 外包某种工作 那么自然的原本负责 这些工作或者部门的员工 就会不再被需要了 或者是公司面临财务困境 无法再附和所有员工 同样的在情况下这些员工也不再被需要了 他们也可能会被裁员 一般上裁员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 确认公司的状况 这里就包括了你要先确认 公司是否已经考虑了所有其他的挽救方法 这必须是一个最后方案 第二 选择员工 已经决定要裁员了嘛 那要先裁哪一个员工呢 这里就要考虑到有些原则要遵守 比如说优先保留本地员工 优先保留自身的员工 也可以考虑通过自愿离职计划 来把这个选择权交回给员工来做 第三 裁员通知 这里呢 你就要考虑到了赔偿的部分 是否有一些裁员福利 有没有一些法定的赔偿 或者是合约里面所协议好的赔偿 必须要给员工 除此之外 雇主也要遵守一些程序上面的准则 比如说 你要通知劳工部 公司已经决定裁员了 接着要裁的是哪些员工 刚刚那三个阶段 任何一个阶段没有处理好的话 都有可能构成不合理的结果 好的 以上就是最常见的 法律上面所认可的老板可以解雇员工的三种情况 刚刚我们说了嘛 什么才是合理正当的理由来解雇员工 当然有一些理由呢 是肯定不合理的 肯定不正当的 比如说你解雇员工的原因是因为 对他有偏见 对他有歧视 对他进行偏谈 或者是你看他不顺眼 想报复他 这些是肯定不合理的 老板还是可以做这个选择 解雇他 只是非常的冒险 希望通过今天的影片 老板可以更加明白 在解雇员工时候所面对的风险 员工也可以更加明白 自己所处在的位置 还有自己的权利 如果你需要更详细的法律建议 请和你的意识沟通 因为每一个案件的情况都可能不一样 都有可能有不一样的考验 谢谢你的观看 请记得按赞 留言 分享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